大家好,我是阿德,阿德,叫我阿德 这就是我名字 今天我终于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告诉大家的 就是Pokemon GO呢终于在有一个更新啦 就是7月16号就是昨天啦 他现在终于发布在这有多26个新的DC 可以玩到就是26个国家可以玩到的 OK那26个国家呢包括什么呢 来我们大大声说起来就是 欧洲, Bergen, Bulgaria, Croat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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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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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ary,Ise,Iran,Lef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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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What the hell,I say? Electic Bro Marta, Netherlands, Norway, Poland Romania, Slovenia,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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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vakia, Slovenia Swissden and Switzerland 这26个国家呢就是我们可以在 他们的Play Store 或App Store可以下载啦 所以至于剩下其他的国家呢 就我们必须等啦 但是 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 我们要到的这里 最好就是跟着官方的消息 官方有说到 你们国家可以到的才去到的咯 如果没有的话 就尽量不要去到的 因为这样会怎么说呢 就呃 用到真正的公司 没有的赚你们知道吗 也不算没有的赚啊 就 你们不支持政办嘛 对不对 不支持真正的公司做出来 为什么你们去支持一个 呃 做出来就是另外一个的 Pokemon 就是另外假的那种 OK 你们 应该要跟着这个 这个 官方的消息 官方有说到你们国家可以到的 你们才去到的 不要玩什么跨区 什么东西之类的 OK 因为这样真的是不好啦 对我来说呢 就跟着官方比较好 官方 设计这游戏就是给你们玩啊 你们去导入这些 跨区做什么呢 那就跟着 跟着轨迹 Follow the rules OK 跟着轨迹 OK 现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说呢 就是 Follow我的 Follow 不啦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那个链 那个链 那个链是区别的重要 每一次我update 这些news的时候 你们就会住到 你们住到了就可以看到 你们看到了就可以住到 住到吗 知道吗 OK 再见咯 拜拜 大家 Annyeonggaseyo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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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